每年四月 到七月初 台湾宜蘭的南方澳漁港 一大早就有大批的买家 寄进漁市拍卖场 准备抢购现捞的漁货 这些琳琅满目的新鲜漁货 大多来自于钓鱼台猎雨周边海域 这次就是鬼头刀 宜蘭导演在少年拍的电影里 所出现的飞舞 现在有协定海域 这头子给它安心了 渔民口中的协定海域 就是西元2013年4月10日 中华民国与日本签署的 台日渔业协议所适用的海域 这一项协议以经纬度划定 排除对方法令适用海域及特别合作海域 跨设北纬27度以南 日本八重山群岛与宫古群岛以北的协议适用海域 台湾渔民在此区域可以自由作业 不受日本公务船干扰 这是台湾与日本双方自1996年开始渔业谈判以来 16次谈判均无结果后 首度对台日重叠的专属经济海域的渔船作业安排达成协议 这是台日渔业谈判的重大突破 也是双方40多年渔业纠纷的初步解决 本协议并未涉及双方对钓鱼台主权的主张 台日渔业协议签议签订定过程中 中华民国政府始终坚持捍卫主权保护渔权的立场 并非以主权来换取渔权 因此在协议中特别加入维权条款 以确保我方对于钓鱼台猎羽的主权及海域主张 台日渔业协议签订后 台湾渔民不受干扰的作业海域范围达74000平方公里 超过两个台湾大 其中包括超越占定执法线 但仍在我国200海里专属经济海域范围 这三块紫色的新增渔场 面积扩大约4530平方公里 渔民每年渴望因此而增加渔货量 对中华民国而言 这个协议可说是主权未让步 渔权大进步 钓鱼台猎羽位于台湾东北方的东海 由五个无人岛和三个岩礁所组成 总面积约6.16平方公里 最大岛就叫钓鱼台 行政管辖隶属台湾宜兰县投城镇大溪里 钓鱼台猎羽属于火山岛 是台湾北部大屯山 观音山山脉延伸入海的突出部分 与台湾东北三岛 花瓶羽 棉花羽 彭家羽 在地质上是一脉相承 钓鱼台猎羽是台湾渔民的传统渔场 也是钥匙采药 渔船避风 拆船修船 打捞沉船的工作站 而从史料上来看 钓鱼台猎羽则是由中国人最早发现 命名和使用 最早提到钓鱼台的文献 是西元1403年的航海导航手册 顺丰相送一书 钓鱼台猎羽是当时通往琉球的航路指标 在西元1562年的丑海图编一书中 被列入明代对抗日本倭寇的海防系统 1556年 郑顺宫的日本一件 有钓鱼羽 小东小羽也 小东即是明代台湾的别名 也就是说钓鱼台是台湾附属小岛 西元1683年 清朝结束明正王朝对台湾的统治 台湾纳入清朝版图 明代属于台湾附属岛屿的钓鱼台猎羽 自此并同台湾纳入清朝版图 钓鱼台猎羽和琉球群岛之间 有一道冲绳海槽 是历史上清朝与琉球王国之间的天然海界 清代文献中记载了两处名为黑水沟的地方 第一个黑水沟位于台湾海峡 在厦门与澎湖之间 第二个黑水沟位于明海以东 在我国的赤维羽与冲绳的九米岛之间 也就是今日的冲绳海槽 清代历界是琉球路 将这个明海以东的黑水沟 名载为中外之界 也就是中国与琉球的国界 钓鱼台猎羽中的各个岛屿都位于中流之间的黑水沟以西 属于我国海域的岛屿 现存最具权威性的清代官方文件之一 即是这些史琉球路 清代册封史周皇 在1756年写的《琉球国志略》中写道 琉球环岛接海野 海面西距黑水沟与明海界 并承袭前任册封史记载的《问沟之意》中外之界也的语句 这些册封史除了在回国后写成史琉球路 也会将他们的使命感与世界观行之于诗文 例如1808年初始琉球的册封正史奇坤 在他的东营百勇诗文集有《航海八勇》的诗 其中一首叫《黑沟阳》写的是《大海无中外浑然化一沟》 表示大海苍茫本无中外之别 汪洋中浑然化一沟 跟他一同初始的《复史》费席章 也在一品集的诗集中有一首《黑沟阳》的诗 并于诗名柱上中外分界处 另一首诗也有《黑沟行过中华界》的文字 清代熟知琉球相关事物的权威 如在清代最高学府国子间任教的攀像 在他于乾隆时期 堪行之《琉球入学建文录》中 名记《黑水沟》为中外戒水 今天的《创城县力博物馆》 由一幅列为指定文化材的珍贵画轴 叫做《凤史流球图》是由清代的朱贺年所画 是描写《测风史抽黄》 在1756年初始流球的情景 画轴里面总共有20个井 其中一个叫做《午夜过沟》 里面就将中柳之间的黑水沟 以界线的方式画出别具意义 西元1871年堪行的《重转福建通志》 明确地将钓鱼台载入卷86海防各县冲药 并列入格玛兰厅所辖 当时格玛兰厅的海防由蒙甲营水师负责 之后格玛兰厅于1875年改为宜兰县 清代 钓鱼台列宇属于中国为中外所供之 早在200多年前日本史料《三国通览图》说 将中国领土依其位置以红色或黄色汇出 而琉球却以褐色汇出 图中把钓鱼台列宇和当时的福建、广东 以及彭家宇、花瓶宇化成一样的红色 而琉球36岛则是化成褐色 可见江户时期的日本文献 也说明了钓鱼台列宇是我国的领土 另外1722年来自法国的外籍传教士宋君荣 曾根据中国初始琉球的册封史 徐宝光的《中山传信录》 以及与驻北京的琉球使节的谈话 写了回忆录 于1758年刊登在耶稣会传教士书简集 书简集中附上了中国人熟知的 自台湾基隆山至琉球纳坝港真路图 图中钓鱼语、黄围语、赤围语 分别以其中文名称译成法文 我国的钓鱼台列宇为什么会变成日本人口中的尖阁列岛呢? 因为在西元1843年 英国人杭金壮四教堂尖塔的北小岛 将之称为尖塔群岛 1900年日本地质学者翻译成尖阁列岛 沿用至今 日本刻意在文字表记上 隐藏尖阁列岛就是钓鱼台列宇 不过这并无法改变 钓鱼台列宇是中华民国固有领土的事实 早在西元1879年 日本吞并琉球群岛以后 就寄予钓鱼台列宇 1885年 一度想登岛勘察设立国标 因为当年9月6日 上海申报一则标题为 台岛景信的报道 提到台湾东北这海岛 近有日本人 悬日骑于骑上 大有占据之事 让当时的日本外务卿 景上欣打了退堂鼓 日本第一个登岛利用钓鱼台的人 古尔城上 古尔城上当年也问了 说这个岛屿 是不是我们日本国的 日本的外相景上欣 回复的时候用个密件 他当时的回复是说 不要动这个东西 为什么 因为他讲这个动这个东西 恐召至日本跟清国之间的 这样的一个外交问题 景上欣的回复就可以证明了 我们所主张的就是 钓鱼台这地方 日本人也知道 这不是一个无主地 它是个无人岛 但是它绝对在历史上 它本来就是 这个台湾的一部分 外务卿景上欣 在1885年10月21日 写给内务卿 山县有棚的清展38号密件中 还表示 建立国标一事 当四诸他日为夷 且均不要在官报及报纸接载 1892年1月27日 冲绳县知事 顽刚顽耳写信给海军大臣 华山资济 表示钓鱼台猎雨 为调查未完成 且再次踏查之时机 尚未来到 因此要求海军派遣海门舰 前往钓鱼台猎雨实地调查 但是海军省 以季节险恶为由 并未派遣 甲午战争开战前三个月 冲绳县知事奈良元凡 在1894年5月12日的密件中表示 自明治18年中 由琉球县署警部派出的调查以来 期间未在进行实地调查 这份密件是甲午战争于8月爆发前 明治政府最后一封 关于钓鱼台猎雨的文件 证明了1885年到1895年 明治政府根本没有再三实地调查 钓鱼台猎雨 因此这份文件格外重要 所以日本要想强调钓鱼台 这是无主地 然后日本采取先战 这件事情在国际法上面 是没有办法成立的 甲午战争1894年8月1日正式开战后 日军势如破竹 陆上海上连连爆劫 9月15日 日本陆军大败清军于平壤 9月17日 日本联合舰队大败清朝的北洋舰队 到了11月22日 清朝军事重地屡顺沦陷 此时中日双方都十分清楚 日本的胜利已大势已定 日本的战略也因此有重大转变 开启了南境政策 日本外务大臣陆澳宗光 于11月26日写信给总理大臣伊藤博文说 当不失时机 活用海陆军 进攻山海关 台湾 威海卫 伊藤博文因此在12月4日提出 冲威海卫掠台湾方略的作战意见书 南境政策亦随即展开 日本政府一方面重新秘密开启 钓鱼台编入冲绳线的事宜 另一方面准备南方作战的布局 1894年12月27日 内务大臣野村静 向外务大臣陆澳宗光提出机密文件 密别第133号 关于九场岛与钓岛所辖 标行建设之申请 其中提到 由于当时与今日情况已不相同 因此与外务大臣协议后 希望将此案以内阁决议提出 陆澳宗光揭函后 在机密文件 亲展第二号的回函中 同意密别第133号 一个月后的1月14日 日本透过秘密内阁决议 将钓鱼台跟黄羽 片面编入冲绳线 其实在此前一天 也就是1月13日 日本的大本营也决定编程 澎湖攻略部队 很明显 明治政府的南京政策 是经有全面性考量的 日本最终可以取得台湾 澎湖跟钓鱼台猎雨 都跟甲鱼战争有直接的关系 明治政府眼看清朝在甲午战争 即将战败 1895年1月14日 以内阁秘密决议方式 核准冲绳线在钓鱼台猎雨 设立国标 由于是秘密内阁决议 当时并未依据正常程序 透过天皇赤令 或官方公告发布 因此外界毫无所惜 事实上冲绳线当时也未依规定 在钓鱼台猎雨设立国标 一直到七十多年后 钓鱼台主权争端发生后 琉球当局才在1969年5月9日 设立标注 日本窃战钓鱼台猎雨之时 甲午战争胜负已定 三个月后 派遣北洋大臣李鸿章 在1895年4月17日 与日本总理大臣伊藤博文 签订马关条约 清朝将台湾全岛 及所有附属各岛屿 以及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 马关条约签订之后 我们把台湾全境 包括台湾的所有的附属岛屿 都割让给你日本了之后 自然的清朝在那个情况之下 也没有办法再跟你去 这个距离力争钓鱼台 哪怕那时候的清朝知道 你这个怯战的钓鱼台 清朝也没有办法再回过头来 反驳你的这样的一个怯战的行为 随着马关条约的签订 甲午战争结束了 两个月后的6月17日 日本人古贺陈四郎 便向日本政府提出 租借钓鱼台猎雨的申请 日本政府随机核准了他的申请 给予30年的无偿租借 古贺陈四郎的履历书中 曾清楚写道 适逢明治27、8年 战役终结 皇国大结的结果 使台湾岛归入帝国版图 尖阁列岛也归我国所属 古贺陈四郎 这一位最直接的当事人也认定 日本是因为甲午战争 而取得钓鱼台猎雨 甲午战争结束后的日本官方文献 也将钓鱼台来历说得十分清楚 今天县存于冲仙县立图书馆 有一本冲仙县水厂官员 在1913年编创的 宫古郡八重山郡逾越调查书 它里面就提到 古贺要开拓钓鱼台 向政府申请租借的情形 它里面就提到 当时由于其境欲不甚明确 亦不经过所属之说 因此迟迟不见政府处置 适逢日清战役 依其结果 台湾侵入我国领土 该岛屿之领域也随之明朗 很明显当时古贺市本人 以及冲仙县水厂官员 对于钓鱼台的来历 有一致的认识 也就是日本当时 是因为甲午战争战胜 而取得钓鱼台猎雨 的确 再次回顾甲午战争 从开战到签订 马关条约期间的 相关历史文件 一再证明 日本透过甲午战争 钓鱼台澎湖台湾 日本军阀的对外侵略行为 在窃战钓鱼台猎雨之后 并未停止 1937年日军发动 卢沟桥事变 拉开了中国对日抗战的序幕 中华民国政府 单独抗日四年之后 在1941年12月 正式对日宣战 并声明废止 包括马关条约在内的 所有中日之间的条约 协定合同 1943年11月间 中美英三个同盟国领袖 举行开罗会议 会后于12月1日 发表开罗宣言 明定日本 明定日本窃自中国的领土 例如东北四省 台湾及澎湖群岛 必须归还中华民国 1945年 中美英共同发表的 波磁坦公告第八条 明定开罗宣言的条件 必须实施 而日本之主权 必将限于 本州 北海道 九州 四国 及无人所决定 其他小岛之内 同年九月二日 日本签署降服文书 接受波磁坦公告 向盟军无条件投降 也就是接受 且同意开罗宣言的条件 必须将台湾 澎湖 归还中华民国 九月九日 中华民国在南京 接受日本中国战区降书 十月二十五日 接受在台日军投降 受降典礼在台北举行 台湾 铜湖 重归中华民国版图 钓鱼台猎鱼的主权 也回归到 1895年之前的法律地位 1952年4月28日 中华民国外交部长 叶公超 和日本代表何田烈 在台北宾馆签订中日合约 宣誓 终止中日之间的战争状态 依据中日合约第四条 日本承认民国三十年 也就是1941年12月9日以前 与中国所缔结的一切条约 专约及协定 归于无效 这些条约当然也包括 马关条约在内 中日合约签订后 蒋中正总统随即公布全文 中华民国政府并向联合国登记备案 完成国际条约的正式程序 从开罗宣言 波磁坦公告 日本降服文书 到中日合约 可以确认 日本必须将台湾归还中华民国 依据相同的法理 钓鱼台列宇是台湾的附属岛屿 也应并同台湾一起归还中华民国 所以钓鱼台列宇的主权 当然属于中华民国所有 钓鱼台基本上是属于台湾的 一个附属岛屿 而中华民国拥有台湾 因此在这一种法律关系的连结之下 中华民国政府当然拥有 对于钓鱼台的一个领土主权 由于日本在与清朝签订马关条约之前 就已经窃占了钓鱼台列宇 后来在1900年 才把钓鱼台列宇改名为尖阁列岛 1969年5月是设立标注 演示了钓鱼台列宇 为中国固有领土的事实 同盟国不知道日本冲绳管辖的尖阁列岛 就是属于中华民国的钓鱼台列宇 以致在旧金山和会处理战后日本归还台湾时 因为中华民国没有受邀与会的情况下 将钓鱼台列宇并同琉球群岛交由美国托管 不过就国际法而言 美国在1945年到1971年之间 对于钓鱼台列宇的托管只有行政权 并不牵涉主权 1971年 美国决定将钓鱼台列宇的行政权 并同琉球群岛一起移交给日本 消息曝光后 立刻点燃了全球华人的爱国热情 和保护钓鱼台运动的火炬 中华民国立即致函美国 表示严正的抗议 美方在召会我国时表示 美国对于钓鱼台列宇的主权争议 不采取任何立场 美国只是将该列宇的行政权交于日本 并不影响中华民国对于钓鱼台列宇的主权主张 我国外交部特别发表声明 重申 钓鱼台列宇是台湾附属岛屿 是中华民国领土的坚定立场 1971年6月17日 美日正式签署冲绳归还条约 将琉球群岛连同钓鱼台列宇的行政权交于日本 但重申 此举并不影响中华民国对于钓鱼台列宇的主权主张 海内外保护钓鱼台运动 从此热烈展开 延续至今 2012年9月25日 58艘宜兰苏澳渔船 载着292位渔民 无畏巨浪 在我国海巡署舰艇的保护下 突破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船舰水炮包围 成功宣示主权 希望政府持续来国际发生 让我们知道这些舰舰是我们中华民国的 2012年9月 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大江剑三郎为首的日本民间政治团体 公开发表声明 特别指出 钓鱼台列宇是日本在清朝政府最脆弱 不能行使外交主张之下所占领的中国领土 日本应该对侵略与殖民的历史深刻反省 主权虽然无法分割 资源却可以共享 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基于这样的理念 在2012年8月5日中日合约生效60周年纪念日当天 提出东海和平倡议 马总统呼吁相关各方以对话取代对抗 搁置领土争议 经由协商以建立东海行为准则 共同开发海洋资源 不少知名的国际媒体与学者一致认为 马总统的东海和平倡议 是处理钓鱼台猎鱼主权争端 最好的解决方案 总统马总统的理想法是一个很好的 我们没有任何我可以说 我们没有任何领导 我们没有任何领导 我们不会到领导领导 但是如何到处理到柔和平均的情况 我当然欢迎这个平均的建议 因为北京海洋 我认为我和很多朋友们 在美国议院的领导 是很明显的 这岸必须是一岸的平均和協会 首先关于总统马斯的建议 最主要的主要是 这些问题必须平均 通过谈论 通过谈论 我没有任何领导 我没有任何领导 我完全认为这种理论 宜兰南方澳渔港旁边的妈祖庙 南天宫 是台湾苏澳渔民的信仰中心 南天宫 供奉一尊世界第一的金身妈祖 金妈祖高六尺三寸 用203.8公斤的纯金打造 渔民说 有妈祖的加持和政府的帮忙 就能够扩大希望的渔场 应该是要把百年来的 我们的传统渔定 可以带到哪里 这是我们最终的目标 所以希望我们共同来打拼 对于台是我们的 我们要打拼 来建筑到哪里 无论从地理地质 历史史用和国际法来看 都可以证明 钓鱼台猎语是中华民国的领土 台湾的附属岛屿 和台湾不可分割 就像花瓶语 棉花语和彭家语 是我国领土 台湾的附属岛屿一样 中华民国政府 仍将坚定主张 并维护钓鱼台猎语的主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